古希腊的自治 古希腊人艰难迈开了民主自治的第一步 最初的古希腊人在财产上是贫富均等的 每个人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牛羊 以及可以随意进出的土质小屋 当有公共事务需要集体讨论的时候 所有的村民都会汇集在市场上参与商议 人们往往会选出一位受信任的主事 以保证每个人都有发表各自意见的机会 如果遇有外敌入侵 大家就会选举出一名精壮而自信的汉子 来担任军队统领 而那些把领导权赋予他的选民 同样拥有在战事过后 免除他的军事领导权的权利 可是渐渐的最初的小村庄 逐渐发展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 于是分化出现了 有的人终其一生 辛勤劳苦 有的人则无所事事 有手好闲 有人诚恳朴实 却屡遭恶运 有人则依靠欺骗与敲诈 大发横财 于是城邦中的市民 不再拥有均等的财富 相反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变得相当富有 另一部分人则日趋贫困窘迫 与此同时 另一件事情也在起变化 从前那些依靠本领 而被公民选举出来的军事统领 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贵族 即那些在社会分化过程中 取得了超额土地和财产的报复之人 贵族享有许多普通公民 无从享有的特权 他们能够到地中海东部 去购买坚固锋利的武器 能够拥有许多空闲时间 来操练军械 能够住在坚固的城堡里 花钱雇人为自己卖命打仗 他们为争夺城邦统治权 而相互争斗 获胜的一方就能够对其他贵族 罚号施令 直到某一天 另一个野心勃勃的贵族 把他赶下台 甚至杀死 这种拥兵自重 攫取城邦统治权的贵族 被称为建筑 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 差不多每个古希腊城邦 都有建筑统治 应该说 他们中有些人 还是略有才能的 可长此以往 终于大家都无法忍受了 于是大家开始聚在一起 商议改革事宜 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制度 就此诞生 公元前七世纪初 雅典人决定废除古旧的建筑制 把管理城邦的政治权利 广泛赋予众多自由公民 以前他们的先祖亚加亚人 就曾拥有这样的权利 一位名叫德拉古的公民 被众人委托编制一套法律 用于保护穷人 免遭富人剥削 遗憾的是 德拉古出身职业律师阶层 对普通公民的实际生活 并不了解 他认为犯罪就是犯罪 无论轻重缓急 都应受到严厉制裁 结果他的立法工作刚一完结 雅典人就发现他的法律太过严酷 以至于根本无法付诸实施 根据德拉古的律条 偷个苹果都要被判死罪 如果真的将此付诸实施 那恐怕全雅典都没有足够的绳子 来吊死所有的罪犯 于是雅典人求贤若渴的寻访 更为人厚的立法者 终于他们找到了最佳人选 索伦 这位索伦出身贵族 曾经遍访全世界 考察过各国的政治体制 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 索伦给雅典人制定了一套 完全符合古希腊人 适度精神的法律 该法律一边力求改善穷人的处境 一边留意不去触犯贵族的利益 贵族毕竟要在战争期间承担重任 法官是没有薪水的 通常从贵族中选出 为使穷人免遭贵族法官滥用职权的侵害 索伦特别规定 如果市民对判决不满 将有权利向三十位雅典公民 组成的陪审团提起申诉 索伦法典的重要意义在于 他迫使每一个普通公民 都投入到对城邦事务的关心和参与中 他们再也不能赖在家里 推托社会责任 哦 今天我实在很忙 或者你看天又要下雨了 我还是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了 城邦需要每一个公民 都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出席公共议会 为全社会的安定繁荣出一分力 全体民众共同处理事务时 肯定会有过多的闲扯和空谈 当然不易成功 同时部分人为了一己私利 也会在意识时互相攻击取闹 然而民主法治毕竟给了古希腊人 以独立自主的生存空间 使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自由 这就是他们最好的结果了 古希腊的生活 古希腊人怎么生活 你或许会发问 古希腊人总是忙于参与社会公众事务 哪有时间顾及家庭生活 这一章就是来解答你的这一问题的 根据古希腊民主制的规定 只有自由公民才拥有管理城邦的权利 在每一个古希腊城邦里 自由公民只是少数 剩下的则是大量的奴隶和若干外乡人 通常只有在少数情况下 比如战争需要征兵的时候 古希腊人才会把公民权 暂时赐给那些野蛮的外乡人 自由公民的身份是血统富裕的 你是一个雅典公民 那完全是因为你的父亲和祖父 也都是雅典公民 如果你的父母都不是雅典公民 那么无论你是一个多么成功的商人 或是有多少战功的士兵 你这辈子都只能是一个 无从享受城邦管理权的外乡人 古希腊城邦摆脱了建筑的统治之后 又得接受自由公民的统治 为自由公民谋利益 雅典城里奴隶的数量足足是自由公民的五到六倍 他们常年累月为自由公民操持生意和家务 我们现代人为了应付这些 往往要花去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城邦是无法离开奴隶而独自运转的 奴隶是城邦里的厨师 面包师和蜡烛匠人 又是理发师 木匠 珠宝匠 教师和图书管理员 他们要看好主人的店面和工厂 使主人能够安心在城邦会议上 讨论是战是何的重大问题 或者安心到大剧院去 看一场埃斯库罗斯新作的悲剧 又或者去跟大伙一起讨论 奥里毕德斯对主神宙斯表示怀疑与不敬的先锋思想 古代雅典的上流社会 就像我们今天的俱乐部一样 那些自由公民就像是世袭的会员 而奴隶则是世代相传的服务人员 要听从自由民的差遣和命令 所以关键是要当上俱乐部的终身会员 这样才能享受到快乐 当然我们所说的奴隶并不是指汤姆叔叔的小屋里 所描绘的那种极端悲苦低下 一无所有的奴隶 古希腊的奴隶每天替人耕田种地 确实非常劳累 但那些家境一般的普通自由公民 为了生计也不得不为贵族做工干活 甚至城市里的许多奴隶 比许多最底层的自由公民还要富有一些 古希腊人自来就信奉势度和节制 从来不会以罗马人的行事方法来对待奴隶 罗马人的奴隶没有任何人身权利 只是一台做苦力的机器 做得不好就会被扔进斗兽厂 喂野兽 奴隶制对古希腊人而言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城邦制度 它保证古希腊城邦成为真正文明人的家园 奴隶们还要做的工作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商人 或是专业技工的一些活迹 至于那些经常使大家发愁的琐碎家务 古希腊人向来是把它极力压缩到最低限度的 因为他们对生活没有过高的物质追求 只求安逸闲适 古希腊人的家庭条件非常简易 即使是富有的贵族 也都终身住在土制的房屋里 现代人追求的家居物件 在他们的土屋里是绝对找不到的 他们的这些土屋由四面土墙和一个泥屋顶组成 外加一扇临街的木门 但没有窗户 厨房 厅堂 卧室中间有一个露天的小院子 院子里通常建有用以美化环境的小喷泉 或是一些雕塑和植物 一家人在晴天的日子里会喜欢待在院子里各行其事 奴隶厨师在院子的一角为大伙做饭 奴隶教师在院子的另一角教孩子们寄送字母和惩罚口诀 女主人和他的女奴隶裁缝 则在院子的另一端合作缝补男主人的外衣 女主人是不大出门的 在古希腊 妇女上街总会引来一些非议 在隔壁的办公室里 男主人正拿着农装的奴隶监工送来的账本 在细心对账 用餐时间一到 全家人就聚在一起吃饭 吃饭是很简单的 花不了多少时间 古希腊人不像现代人那样 把吃饭当作休闲或者消遣 而是把吃饭看成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他们每顿饭都以面包和葡萄酒为主食 另外稍加一点肉和蔬菜 他们似乎认为喝水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因而只有在没有葡萄酒可喝的情况下 才会偶尔喝一次水 他们也会请客吃饭 但现代人那种 吃得越多越好的奢侈观念 是会让他们感到不适的 他们在餐桌上聚会 只是为了更好的交流 绝对不会大吃大喝 这种崇尚简朴的风范 同样体现在他们的衣桌上 他们很爱整洁 总把发须打理得很干净 他们注重锻炼身体 运动场是他们经常去的场所 他们从不像亚洲人那样 穿着奢华艳丽 而是简单的套一件白色长袍 就像现代的意大利军官一样精神 当然他们也喜欢自己的妻子略微佩戴一些小首饰 但绝不会到公共场合去加以炫耀 妇女偶尔外出时 穿的是很朴素的 一言以蔽之 古希腊人的生活节制而简朴 椅子 桌子 书籍 房子 马车等会占去人们大量的时间 用以擦拨 用以擦拭保养 一旦陷入其中 就会沦为物的奴隶 古希腊人追求的精神境界 是内心的绝对自由 对于这一点来说 日常物质需求是次要的 甚至是累赘的 古希腊的戏剧 戏剧作为人类第一种大众娱乐形式 它是如何起源的 古希腊人很早就开始采集和编制民歌 以歌颂他们英勇的祖先 这些早期民歌讲的是希腊人的先祖 如何把佩拉斯籍人赶出希腊半岛 并摧毁特洛伊城的伟大战功 这些民歌最初被行音诗人当街唱颂 大家都从家里赶出来听 可是那种现代人生活中 已无法或缺的戏剧 并不是起源于这些最初传唱的民歌 戏剧的起源是非常独特的 我得专门花一张篇幅来为你讲解 古希腊人对游行有特殊的喜好 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盛大游行 来向酒神迪奥尼索斯祝导 古希腊人尤其喜欢喝葡萄酒 认为水只对游泳或者海上航行有所避意 你由此可以想象酒神的受欢迎程度 传说酒神与一群叫萨提尔的半人半羊的奇怪动物 一起住在葡萄园里 因此所有参加游行的人都会身披羊皮学山羊叫 古希腊语中山羊和歌手两词合成山羊歌手 最后演变为悲剧一词 若单从戏剧的角度而论 悲剧一直收场悲惨不幸的戏 就好比歌唱愉快之势的喜剧总是有着大团圆的结局一样 你或许对这些山羊歌手的嘈杂叫声 是如何发展成为享誉千年的高尚悲剧这一事实有所疑惑 事实上山羊歌手像哈姆雷特的过渡 并非如你想象那般困难与复杂 我试着向你说明 开示时候山羊歌手的咩咩声吸引了大批观众站在路边围观嬉笑 但不久人们对这种声音感到厌烦了 在古希腊人眼中 沉闷乏味是仅次于丑陋极患的恶事 他们极力要求能看到更有趣的表演 后来一位来自阿提卡地区伊卡利亚村的聪明年轻诗人 想出了一个新点子 事实证明这个点子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他让洋人合唱队的一名成员出列向前 与走在游行队伍前排吹走牧神潘之敌的乐队领队对话 这位合唱队队员可以走出队伍 一边挥舞双臂做出种种手势 一边大声说话 这就是说当别人站在一旁唱歌的时候 他是在那里表演 他大声问问题 乐队领队就根据作家写在沙草纸上的答案作答 这类粗糙的对话 他通常是在讲述九神迪奥尼索斯或其他神奇的故事 他一经推出就立刻受到群众们的热烈欢迎 于是从那以后 每年九神节游行都要安排一段这样的表演 不久 人们觉得表演比游行和咪咪叫更重要了 埃斯库德罗斯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诗人 他生于公元前五二六年 足于公元前四五五年 在这漫长的一生中 一共写下了不下八十部悲剧 他对九神节的表演做了大胆革新 把演员由一个增加到两个 下一代悲剧诗人索夫·克勒斯 则把演员数量增加到三个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 当欧里·毕德斯写作他那些令人震颤的雄伟悲剧时 演员数量已经任由剧作家选择了 后来阿里斯托芬在他创作的喜剧中嘲笑天下人 甚至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使 合唱队已被派在重要演员的身后 他们会在前台主人公犯下独神大罪时 齐声高唱 看这个恐怖的世界吧 这种新戏剧形式需要合适的舞台 不久每个古希腊城市都建起了剧场 这是在附近小山的崖壁上开凿出来的 观众们坐在木凳上 面朝一个相当于现代剧场中的 乐池的宽敞圆圈 圆圈里面的半圆形场地就是舞台 演员和合唱队就在这里上演戏剧 他们身后有专供演员化妆的帐篷 化妆其实就是在脸上戴一个黏土面具 以显示角色的喜怒哀乐 古希腊文中的帐篷一词就是舞台不景一词的最初由来 当观看悲剧成为古希腊人生活中 屁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后 人们就对他抱以严肃态度 绝不会单纯为了放松心情或娱乐而去一趟剧场 在古希腊人看来 新剧上演的重要性绝不亚于选举 每一个成功的戏剧诗人所获得的赞誉 要远远超过立下战功的军事将领 古希腊人在欧亚对抗中获胜 将波斯人从爱琴海上赶了回去 古希腊人从爱琴海人那里学会了做贸易的生意经 而在这方面爱琴海人又是菲尼基人的学生 古希腊人建起了许多菲尼基市的殖民地 他们还改进了菲尼基人的交易方式 大量使用货币与外国商贩做买卖 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小亚西亚沿岸站稳了脚跟 迅速抢走了菲尼基人的大部分生意 菲尼基人当然很不乐意 但他们还没有强大到敢跟希腊人一战一决高下 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默默地等待报复的机会 前面有一章里我们曾经提过 一支不大的波斯游牧部落四处杀伐 在很短的时间里征服了西亚的大部分土地 这些波斯人还算文明 并不对已经投降的臣民下毒手 前提是这些臣民每年要按时纳供 当波斯人到达小亚西亚海滨时 他们强烈要求旅底亚地区的希腊殖民地 奉波斯国王为主人 并按波斯国王的规定向他们纳供 那里的希腊殖民地拒不接受波斯人开出的条件 而波斯人也丝毫不肯让步 于是这些希腊殖民地在无奈中 只好向爱秦海对岸的宗主国求助 就这样 波西战争的幕布开启了 如果史书记载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以前每一任波斯国王都将古希腊城邦制 视作是极端危险的政治制度 他将使其他民族有可能效仿 而波斯国王自然希望这些民族 安安心心做他的奴隶 当然 希腊国家隐藏在波涛汹涌的爱秦海对岸 这使他们相当有安全感 但在此关键时刻 古希腊人的宿敌 菲尼基人出头了 他们站出来明确表示 愿意帮助波斯人 于是波斯人与菲尼基人达成一纸协议 波斯人出动兵力 菲尼基人负责提供运送波斯士兵 飘扬过海的船只 公元前492年 亚洲方面准备就绪 摩拳擦掌要一举击溃欧洲的新贵 波斯国王在战前发出了最后通牒 派人到古希腊索要土和水 以作为臣服于波斯的信物 希腊人谈笑间就把波斯使者扔到了水井里面 说那里有波斯人想要的土和水 于是大战爆发了 英明的奥林匹斯山诸神忽悠着他们的孩子们 当载着波斯士兵的菲尼基船队驶过阿瑟斯山时 风暴之神怒气冲冲地吹起了飓风 吞没了亚洲人的船队 波斯军队全军覆没 波斯人在两年后卷土重来 他们这次安全驶过爱琴海 在希腊半岛马拉松村附近成功登陆 雅典人得知情报后 组织起十万大军去严守马拉松平原 同时派出一名长跑能手向斯巴达求援 可是斯巴达人向来对雅典心存嫉妒 因而拒绝出兵 其他古希腊城邦也仿效斯巴达的做法 只有小小的普拉提亚城邦派来了一千名士兵 给予援手 公元前490年9月12日 雅典统帅米太亚德 帅领英勇的战士手持长矛突破了波斯人的密集建阵 在人数处于劣势的情形下 将号称无敌的波斯军队一举击溃 决战的那天晚上 雅典市民看到熊熊战火将天都染成了红色 一个个焦虑地盼望着前方能早些传来战报 终于通往北方的道路上隐隐约约扬起一团尘土 那是希腊人的长跑能手 费迪皮迪兹赶来了 这位英雄已经能够看到眼前的目的地 但他感到自己身心疲惫 快支撑不住了 就在几天前 他刚刚长途跋涉跑去斯巴达球员 一无所获后 又急着跑回来参加战斗 战争刚刚大获全胜 他又主动要求把胜利的喜讯 亲自带回给他无限热爱的城市 雅典市民看到他时 他一头栽倒在地 大伙赶紧上去将他扶起 我们胜利了 他从嗓子眼里送出这句 大家等待良久的话语 然后闭上双眼 死在了亲人怀中 他光荣地死去 获得了所有人的深深景仰 战败的波斯人又企图在雅典附近再次登陆 在看到海岸线上驻守的重兵之后 波斯人只好灰溜溜地撤回亚洲 希腊的国土重新恢复了和平 西波战争 二 这以后的八年时间里 波斯人始终在养精蓄锐 等待新的机会 而古希腊人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他们知道 波斯人最后的权力反扑即将到来 但在如何应对新的战争危机的问题上 希腊人内部却意见纷纭 有些人认为应该积极扩充陆军 另一些人则认为 建立强大的海军才是当务之急 主张扩充陆军的一方 以阿里斯提德斯为主手 主张建立海军的则由德米斯托克勒斯领导 他们彼此争执不下 直到后来把阿里斯提德斯流放 才了结了纷争 于是德米斯托克勒斯抓紧时机 全力打造战舰 并建成了坚固的海军基地 比雷埃夫斯港 公元前481年 装备一新的波斯军队在塞萨利出现了 在这关乎全希腊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以军事力量强大著称的斯巴达 被希腊盟国推为联军盟主 可是自私的斯巴达人只在乎自己城邦的安全 而对北方的军事布防不以为然 斯巴达人只派出一支由里奥尼达率领的小谷部队前往守护 连接塞萨利和南部诸省的交通要道 这是一道位于高山与大海之间的险要关爱 里奥尼达指挥英勇的斯巴达士兵死守关口 但关键时刻 一名叫伊菲亚特斯的叛徒出卖了斯巴达人 他带着一支波斯军队沿马里斯附近的小路穿过山区 从后方包夹李奥尼达 于是在温泉关口爆发异常激战 双方激烈厮杀至深夜 最后李奥尼达及其部下全部英勇阵亡 温泉关口失守之后 波斯军队得以在希腊平原上长驱直入 希腊许多土地相继失落 波斯人攻至雅典 集战之后占领了雅典卫城 一把火把卫城烧成了平地 幸存的雅典人狼狈逃往萨拉米岛 看起来希腊人这一仗 似乎没有翻盘的希望了 但是在公元前480年9月20日 德米斯托克勒斯率领着雅典海军出场了 他又使波斯舰队 驶进大陆与萨拉米岛之间的狭窄海面 双方仅仅交战了数小时 雅典人就击沉了四分之三的波斯战舰 一举扭转了战局 这场战役下来 波斯人温泉关口的胜利战果化为乌有了 波斯国王薛西斯只好率部撤回塞萨利地区 把与希腊人进行最后决战的日子 继续延到不可预知的来年 这场战争终于让斯巴达人认识到了局面的严重性 他们毅然离开了建在科林斯地匣上的坚固城墙 在英勇的鲍萨尼亚斯的率领下 主动向波斯将领 马尔东的军队发起攻击 在普拉提亚附近 来自十二个城邦的十万希腊军队向三十万波斯军队发起了总攻 像前次马拉松平原站一样 希腊步兵的重兵器再一次粉碎了波斯人的建阵 将波斯人打得溃不成军 就在希腊步兵取得普拉提亚大捷的同一天 雅典海军也在小亚西亚附近的米卡尔角 将敌人的战舰全部击沉 亚洲与欧洲之间的第一次争斗就这样结束了 雅典人赢得了荣耀 斯巴达人也因其骁勇善战而声明远波 如果这两个城邦能够消除彼此之间的间隙 携起手共同创业 他们应该是可以建立起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希腊共和国的 但是事实却令人扼腕叹息 这两个希腊世界的领袖在胜利的热情中任由时光流逝 而把合作的机遇悄然错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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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